尊敬的戰友們好 今天是7月23號 你們確實了嗎 你們往身上潑水了嗎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今天是好日子啊 哎呀 聽說 咱不敢說吧 聽說李鵬死了 這算不算內政啊 咱不敢說呀戰友們 這都是內政啊 內政內政啊 然後看到最近 從昨天開始大幅的放出視頻 連國內也不禁止了 解放軍的坦克 裝甲車浩浩蕩蕩的 都開向到香港了 這都想幹啥了 你說這哪天坦克 他們是開紐約來呀 大家夢一醒 全紐約大街全是坦克 就熱鬧了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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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啊 包括死的那個湖南王林 王林是百分之百見過李鵬的 給李鵬算過命 這個 跟江也見過也算過命 周永康也算過命 但是周永康他覺得算錯了 說周永康嚇忽 說周永康如何如何的 整得不得了 給他弄了好幾個軍牌車 然後呢還給他配上了所謂的帶槍警衛一段時間 忽悠半天 老江聽說當時 說老江 說你和你這個日子 可能要和李鵬一起走 和李鵬一起走 為啥呀 當時就說過 中國這個水災 水災 大家一定記住啊 江振民你看看舊水災的時候 他這一輩子最火最關鍵的是 兩件事兒 當時發大水的時候 他站到大地上拿著喇叭喊 衝上去 堵住 當時的水災 江是堵水的神人 很善用水 善用水啊 李鵬這一輩子水利工程出來的 很善用水發財 江善用水 毛關 這個這個榨取民心 李鵬善用水啊 撈財 再加神官 大家注意了嗎 你們注意的問題了吧 後來李鵬一生最大災難 他用火 大家發現了嗎 用火叫槍火 六四 碾壓學生 這個火把他一生給毀了 所以水火相沖 李鵬狗嚴殘喘 九十歲 九十歲 說江這個人啊 也會也是 他說火對他不好 火對他非常不好 火沖他 今年啊 去命相觀察 這個是 水 凡是順水的人 要受到大火之災 今年是火水相沖 一般很難過 當年啊 你還真別說 現在突然間我想想 當天這個王林啊 瞎忽悠 完全是胡扯的 勸阻我七百萬啊 現在要一想 你甭說 還真有點道理啊 還真有點道理啊 但是是內政啊 咱也不能說呀 是吧 現在王林同志也死了 算命的給搞死了 算命的都給弄死了 這共產黨算命的也不讓你活啊 反正大家能看到啊 這坦克車開到香港 這個很多人傳說這事情 我給所有人說 我一看李鵬死了 坦克進香港了 這個下一個李鵬就要誕生了吧 可能是這樣啊 然後呢 這發水財 生水官的人 近年都流年不利啊 流年不利 把共產黨就是這個 造你的謠 嚇唬你 綁架你 把你前路斷了 然後把你說成什麼 這個這個強奸啊 詐騙啊 道德敵 就是能農村吵架啊 那一套活 這些活不行了 就威脅啊 拿到菜刀 菜刀不行就上啊 然後呢 再不想找到外國人來 再跟你弄弄 就像那個 現在那個屎諾 那個畜生 還有這個孟維三 這個爛畜生啊 這個這個這個 驴癢癢癢的 這這貨一樣啊 找兩個人 但華盛頓飯都吃不著的人啊 出來還搞點什麼 啊我們告他 結果出來什麼 現在你看看 說郭文貴是被告美國 被美國政府了 已經成美國政府了啊 那個叫窩勒的 還有Paris 已經代表美國政府了 出來兩個美國人 就代表美國政府了 你知道嗎 孫子有多賤 共產黨的本身就是 寵羊眉外 羊爹 敗羊爹 羊媽 你說找了俄羅斯的列寧 斯大利什麼 恩格斯馬克斯 中國小時候記得到處掛這個 啊 唯一一個長中國臉的 就叫毛賊東 啊 羊爹羊娘 現在欺民賊一樣 還是找羊爹羊娘啊 然後呢 開玩笑的嘛 你看了沒有 叫共產黨的多維網站 還有萬什麼什麼 什麼萬維 萬維轉多維 多維要轉 反正都是維啊 都是維 就把郭文貴背 被美國只認為間諜 啊 領任務回來了 大家發現了嗎 那個萬維網站 永遠啊 是高精神的老家 這高精神把我弄頭條上去了 郭文貴被只認為啊 中國間諜 還竟然說啥 都在我講了 說我讓調查的人是美國 服務於美國的中國政府官員 這太好了啊 這太好了 早晚一天啊 現在那個名字 這兩家公司是保密的 早晚一天這名字都出來 大家看看這名字 到底誰是為美國政府工作的 啊 這個事兒幫大忙了啊 只要他是被美國政府工作的啊 那就是太有意思了 這話 大家可千萬記住啊 萬維多維 還有報紙 還有昨天華爾街上說的 這個叫做什麼 Strategy Vision這個爛公司 零員工 零運營 零資本 還叫美國公司 起訴郭文貴 控告郭文貴是中國間諜 那中國間諜是美國政府調查 輪到你法官調查了嗎 跟你法官啥關係啊 你告訴我 聯邦調查局去嘛 還美國公司 所以這個華爾街這個記者 這個混蛋啊 這個不是個東西 我們的這個班農先生 還有我們的律師 多次給他通電話 說你看看 這個叫Strategy Vision 這叫Paris 還有這個Weiler的 他們是被我們告的 他們反訴已經完全被法官拒絕了 混蛋滾一邊去 他這回再所謂的反告 換了三個律師以後 跟任何這個本案沒關係的 沒關係 人家郭文貴告你是合同違約詐騙 那個公司 然後他告郭文貴 郭文貴跟你啥關係啊 人家給他拒絕掉了 然後又找了個律師 在哪地方出來都不知道啊 現在要說 郭文貴只是中國間諜 而且在起訴書上明確寫清楚 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幫助海外民運 也就是欺民賊 太搞笑了 然後寫上一條 他被他要調查的人 是中國官員配合美國政府的 那就是我們 那賣國賊啊 對吧 那是賣國賊啊 那咱們就整對了嗎 那兩邊都對呀 還被奧巴馬 被奧巴馬所保護的 奧巴馬辦公室就在我家對面 相隔我家70米 就在我正對面 奧巴馬政府 我隔著窗開窗喊都能聽見了 我一會兒就找奧巴馬去 找奧巴馬太容易了啊 比找這個沙拉 比找木蘭傳奇還方便 對吧 胡說八道啥呢 美國政府總統 保護的中國政府官員 跟美國政府合作的 這謊都撒得出來 華爾街日報 這個王八蛋就敢登出來 是東西不是東西 要臉不要臉啊 親愛的戰友們 這些太搞笑了 這都屬內政 都屬內政啊 外交部發言 不該跟貴說話 搬起石頭又又砸自己的腳了 唉 哎呀 咱都傻得不服了 一切都是剛剛開始 親愛的戰友們 為十四億同胞 香港同胞 新疆同胞 西藏同胞 祈福 哎呀 好好事啊 好嗎 吧 咱現在 年輕鬆